中央设计者李先奉花莲县四日店,花莲邻区管理处为防堵外来入侵物种沙氏变色溪扩散补助县府招募至公展开长时间移除活动,去年下半年共移除4,115只,今年5-7月共移除1,179只,新政院农业委员会领务局花莲邻区管理处透过新闻稿表示, 花莲地区的沙氏变色溪族群于2006年7月,在花莲市国新里毕云庄首次记录到,2008年12月在七星潭四八高地发现另一个外来入侵种族群绿列西,至今花莲并无通报记录,花莲邻区指出, 2011年委托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副教授杨毅如针对花莲地区沙氏变色溪进行监测与移除, 发现除了密度最高的七星潭外,空军基地,碧云庄,南华社区,通篮自行车道与东华大学教师宿舍皆有踪迹,其中以七星潭地区族群量最高,密度最高时每公顷数量高达4500只,其余皆为小族群,虽然族群量较小,但以沙氏变色溪的繁殖能力, 繁殖期可由春初至冬初如不加以控管,恐有族群暴增或扩散的可能,此外,从杨毅如监测记录发现,沙氏变色溪入侵地区原生种其异的族群量明显下滑,显示本地物中已受到影响,必须尽快移除以控制沙氏变色溪族群数量。 花莲建政府农业处长罗文龙受访表示,争取林务局计划支持,委托花莲建野鸟学,会举办七星潭沙氏变色溪培训及移除课程,招募至公抓或设置献金等。 去年9-11月间移除28次,累计146人参与,共移除4,115之次沙氏变色溪,今年5-7月共移除1179之次沙氏变色溪,目前仍持续监测及移除中,移除后的沙氏变色溪的体会,送往东华大学做进一步研究,判对此物种族群内的性别组成。 繁殖周期生长状况有更多了解,作为后续经济移除方式的参考,1061004。